部分是資料查詢,我剛剛是實價登錄 所以剛剛完成的東西都貼在這邊 各位可以參考 接下來我們就要跳到這個 問題06 P字查詢 P字查詢裡面有一個程式 剛剛同學問PocusBar怎麼做的 其實都在這裡 基本上我們要做的就是這些東西 裡面的話當然就是 大概會有幾個功能 反正按部就班 所以也許你反正就從上到下 如果你會做的先做 P字新增這個剛剛有講過 OK P字刪除這個也有講過了 盡可能當然剛開始 可以怎麼樣參考我的東西拿來改 未來如果可以的話就稍微把它記一下 因為其實程式也沒幾行 對不對 主要就是應用到那個工作表 回圈 加上P字反正一定是個回圈 無論你P字反正 所以P字的概念 一定都是一個回圈 那去抓什麼 抓清單 清單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可能要先具備 先把清單產生 就可以 達到一個P字的效果 OK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分別針對 也許 業務 這邊有個業務欄位 然後產業別 產品 然後客戶名稱 等等 反正這都文字方面的 當然你也可以針對 某一些日期 跟數量 只是說要兩個條件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把它產生一個表單 可以讓使用者更方便 那裡面的話當然 我們這邊有些相關序則 其實能夠把那個 就是把單字查詢 改成P字查詢 裡面當然會需要有一些P字的動作 我剛剛講過 所以第一個一定要建立清單 建立清單的方法 剛剛也提到了 其實用移除重複 所以請各位 待會呢 一樣開啟 也許我看問題06 在問題06 實際上就問題05裡面的 我看這邊上面有沒有範例 如果沒有範例檔 請各位就用上個禮拜那個範例檔 上個禮拜那個問題05 把它另存 改成問題06好了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大概就是 要分別完成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東西 包含就是 第一個 請各位 先在問題06裡面 產生一個清單 清單部分的話也許就是 我剛剛提過的這些欄位 那方法一樣 把它貼上產生一個清單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呢 我們針對這些清單 做幾個動作 先P字新增 所以P字新增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做出類似 像這樣的效果 P字新增 比如說我要新增 哪一些欄位 比如說 以業務當那個 然後再來就是 P字刪除 OK 新增可以 最好切回來 刪除可以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做P字篩選 業務部分 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這裡面當然不外乎就是把 新增的部分 加到裡面來 然後中間的話呢 利用什麼 單次 查詢 取得 一個x的值 然後呢 再把它反覆反覆查 所以查完之後的話 也許可以漲得像這樣子 P字篩選業務 按一下 菜頭 菜頭出來了 小咪 每一個人 一個蘿蔔一個坑 非常的 這個快速 一下就全部都 然後呢 產業別 按一下也都有了 然後 產品 那只是說我在這個 這個地方多一個Status Bar 好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這個客戶名稱會比較多啦 所以會跑得比較久一點點 不過呢 基本上程式都差不多的東西 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 請各位先把這部分先做完 那頂多多一個這個 這個好像有講過啦 只是說 把它加到這邊 總比數 目前的比數 好 然後 這個是 自行撰寫移除重複的程式嘛 如果你是2003以前的版本 可以參考這個 移除重複 如果你沒有這個功能的話 然後 這個是共用程序 這個前面有講過 反正 寫好一個 大家一起 去呼叫 之前是 一個sub共用程序是 篩選 這是單次的 可是呢 如果說你今天要做一個 批次篩選的一個 共用程序的話 那你一樣要知道什麼 改哪些地方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 要傳兩個東西 一個是清單 清單指的是 清單的第幾藍 所以這個 這個 傳過來是 A 還是 B 還是 C 還是 D 有沒有 這個指的是什麼 它在清單裡面的位置 是第幾藍 所以如果是A藍的話 那你就A 前後加雙語號 B C OK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藍位 指的是將來你要查第幾藍 那是一個什麼 一個integer OK這個跟那個前面那也蠻像的 然後 最後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之前好像不知道 有提到說 同學問到怎麼樣讓那個 這個 就是 Excel 停下來 不要動 2秒鐘 為什麼呢 這個之前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好像有 熱色郵件 對熱色郵件 所以這個地方 假設 不過好像還有別的功能 像如果你 重複寄太快的話 像那個 你發mail的話 被打 被打掉 所以你可以讓它停下來 再來的話 共用程序 最後的話 我們會有一個表單 也許我們可以把那個表單部分 剛剛同學問的 就是 最後是 這個功能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讓它啟動 有沒有 這個假設是 控點秀 最後 這邊的話可以選擇 它要什麼東西 所以 會有個下拉清單 假設它要針對什麼 針對業務 按個確定 它會怎麼樣 幫你更新的 這個也會跑 不過因為太快了 因為我們這邊 電腦實在動作快 所以我們用客戶名稱 實際上 這個地方 底下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 Label 標籤 紅色的 只是我每跑一個 跑回圈 跑一次 我就讓它跑一小段 這一小段是根據什麼 這整個 除以什麼呢 除以客戶總共有幾個 假設155個 那每一個 就分一段一段 每一次就更新一段 一小塊 一小塊 也就讓這個整個 PB的寬度 慢慢更新 慢慢更新 所以做出來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所以按下它 先把它歸零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跑 這樣的話 就可以更新過了 所以請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 請各位 先試著把剛剛 1 2 這個比較簡單 這幾個 另外再 把這幾個呢 做出一個 共用的 共用的程序 共用程序的話呢 其實就前面講過啦 其實也就這一段 把一個 一個 個別的程序呢 把它寫成 所謂的共用程序 來試一下 這樣的話就是 反正P4 也許一樣 就是 從篩選 業務開始 反正就是 先做一個 P4篩選 業務 然後裡面的話 大家就更新 這些 把它 稍微改一下 我想這跟前面一樣 最後呢 再把這個 P4篩選 業務 把它 把它註解掉 把它複製啦 貼上 改成什麼 P4篩選 跟那個前面單字一樣 只不過就是說 我需要傳 清單跟欄位 那清單指的就是說 是A欄 還是B欄 還是C欄 還是D欄 或者其他欄 然後另外的話 欄位指的是 你要查哪一欄 那另外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將來呼叫的話 可以利用那個 P4篩選業務 或者 產業別 等等的 那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我設一個中斷點 假設我這邊 P4篩選業務 那一樣 我這邊 我先把它停 讓我們來 弄一下 基本上 P4篩選業務 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那我傳的話 基本上 就傳一個 A 指的就是說 我的 那個 清單在A欄 OK 我的邏輯 是這樣 所以將來 你們要特別注意 這個怎麼來的 你可怕要知道 然後再 那第三指的是我要查 主 這個 這個總表裡面的哪一欄 OK 所以是第三欄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A 指的是清單裡面的第幾欄 這個3指的是總表裡面的第幾欄 指的是這個 這個指的是清單的 這個指的是總表 這兩個我想你要特別注意 丟過來之後的話 P字篩選 P字篩選 A 所以 串接 藍的話呢 是閃 所以丟過來的話 基本上就是 他會先把資料先刪掉 刪完之後的話 然後跳回來呢 我會先去抓一個R 這個R是什麼呢 清單裡面 這個 A2 一直算 這個就 這是 因為傳過來 這個是A 所以 A加上2 就是A2 從A2 清單裡面的A2 A2向下追蹤 意思就是說什麼 從清單裡面A2 這個 有沒有 向下追蹤 因為我主要知道什麼 他有幾個啦 清單裡面有幾個 然後呢 利用這個 抓到的資料呢 去跑回圈 所以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 這個R的話 抓到的總共有7啦 所以呢 業務的話就是 2到7 那總共的話有6個人 那就是 再多一個那個 Status Bar 這個前面講過了 那之所以呢 會多一個R 這個有沒有 獨立出一個R 主要就是說 這個R 將來可以在這邊用 也可以在這邊用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會 不然的話 你如果直接拿這一串 這樣放這邊 跟放這邊 那好 程式會比較融長 所以基本上會獨立出一個R的變數 然後再 加 抓到 X 哪一個菜頭 那一樣啦 反正這邊 查 主要這邊 籃數是3啦 因為我要查第三籃 然後其他quatilla是 是那個菜頭 OK那就分別幫我查 所以呢 查菜頭 多一個 那其他就查完 那依實類推 所以呢 其他的話就 產業別 所以這邊的話 B籃 查第四籃 依實類推 OK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 讓使用者更方便一些些 所以也許就做一個什麼快速分類這一個 OK 方便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我們也先 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一般 批示篩選 如果我希望呢 做一個那個表單 讓使用者 更加方便 那有這個表單的話 將來按鈕可以不用加了 反正啟動 一個 只要能夠啟動就可以了 好